战国时期哪位名将最厉害? 在那个群雄并起,伐交平庭的时代,各大国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,各小国则在夹缝中逢人求生,实事造英雄,过而在期间涌现出了无数的战神名将。 今天就来谈点一下,战国时期诞生的十大名将排名,可以帮助大家充分了解那个时代,大国兼博弈的精彩。 战神排名,或许在当时看来战绩才是最重要的,毕竟红将白将,能打的才是好将,然而身为后世的我们,要想充分了解这些军事家的璀璨智慧,必须考虑其综合影响力,即从利德、利公、利言三个方面作为排名依据进行分析。 利德上能救民族于威王,即社会于动乱,在危难中能给予世人精神力量而被传颂千古。 利公上小则能抵御外族入侵,保一方平安,大则能开疆拓土,拓宽本国发展空间。 利言上能创立统兵战斗的标准,著书利说传播战略智慧,使得世代受益。 三者中,战功是外在的结果表现,而德言才是人物取得各种成就的形式逻辑,三者同样重要。 第十位,蒙田 蒙氏三代皆在秦国为将,作为始皇帝时期的著名将领,蒙田属于名将始家。 秦灭六国中,蒙田协同王奔两线作战,攻破齐国,被秦始皇败为内使,深得尊宠。 秦国大一统后,秦朝政权逐渐趋于稳定,中原地区得以恢复和平, 但是边境线上却时常面临着匈奴的袭击,匈奴人生活在草原上,公马贤熟, 常年不适生产,占了速度和马匹的优势,隔三差五侵入南下烧杀抢掠,边境人民深受其害。 在此情况下,蒙田率30万大军北极匈奴,大败匈奴各部军队,迫使匈奴远顿大漠深处,收复河南地区, 又率军修了万里长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,通九州直道,便于各郡疏通管理,蒙田驻守九郡十余年,威震匈奴,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。 他也是中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,古代开发宁夏第一人。 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病死,胡亥正变即位,赐死蒙氏兄弟,蒙田吞药自杀,一代名将不得善终。 总的来说,蒙田驻长城,一定程度上必有华夏民族近两千年,所以立得上三分。 攻破齐国,北极匈奴,保华夏一世平安,然又因当时匈奴与秦帝国实力相差甚远,故立功上二分。 立言,胡,总分五分。 第九位,连坡。 作为战国末期的四大名将之一,赵国名将连坡可谓战功赫赫,多次领兵攻打魏国,夺取多个郡线, 配合越义率兵讨伐齐国,大获全胜。 而后连坡又能全力抵抗秦军进攻,获得了秦赵数年的和平,最著名的便是长庭之战。 面对秦军从远路赶来,想要速战速决的进攻态势,连坡在处于劣势情况下, 稳扎稳打,精疲力竭敌军,正确采取了积极防守的作战方针,阻止了秦军四十余万虎狼师团, 坚守长达两年之久,奈何赵王听信谗言,换上纸上谈兵的赵阔,导致赵国军队被白起大败, 四十万赵军被秦军坑杀,活力大损,可怕的还在后面,长平之战后, 燕国抓住机会,趁机用二十万大军进攻赵国,在危难关头, 连坡率领十三万人便大败燕军,为其国都,燕国被迫割让五成求和。 至赵道王时,由于郭开从中作梗,连坡因不得志而先后投奔魏国和楚国,最后老死在楚国。 总的来说,立德上,连坡为赵国开疆拓土,典故父亲请罪警示人, 两分。立功上,连坡面对五国几乎全胜,面对强大的秦国能成功防守, 是在战国后期少数能与秦国搬首弯的名将,四分,立延,五,总分六分。 第八位,越义。 越义是燕国最著名的将领和统帅,作为他的对手,习国是当时的三强之一,自然十分强大, 南边在重秋能大败楚国,西边在关金能打垮赵魏,随即又联合韩赵魏三国攻打秦国, 还帮助赵国灭掉中山。在燕国大乱时,齐国借口替燕国平乱, 趁机进军燕国,并扶持傀儡政权统治燕国百姓,给燕国人民带来了无尽屈辱, 但他们胃口越来越大,独自吞并了战略要地宋国,扩展了一千多里地的领土, 引得各国不满。 略意抓住这个机会,合纵五国,统帅燕韩勤赵魏联军攻打齐国, 大获全胜,半年内连下齐国七十余城,齐国仅剩两座城池, 使齐国几乎濒临亡国边缘,为燕国一血前耻,燕国也对以前所未有的强盛起来。 略意用兵最大的特色是总览全局,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, 综合分析敌我双方情况,并根据形势变化,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, 在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后,略意认为单靠武力, 破齐城而不能服齐心,民心不服,就是全部占领了齐国,也无法巩固。 所以他对齐国仅剩的两城,采取了为而不公的方针, 对已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负税,费科症,保护当地现有文化等收复人心的政策, 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,这些都体现了他成熟的战略智慧。 总的来说,略意能血洗燕国耻辱,必得上三分。 能以弱胜强,连克齐国七十城,必攻上三分。 力言,无,总分,六分。 第七位,田丹。 在越义五国伐旗后,眼看齐国就要灭亡了, 在这最紧要的关头,出现了一位反攻复国的英雄, 他以仅剩的两座城池为根据地,率领齐国残兵败将, 发明火牛阵,运用各种谋略与战术,一举打败燕兵, 收复七十余座城池,他就是帮助齐国光复故土的强人田丹, 作为与越义同时期的军事家,田丹深知, 要击败越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 且齐军方面只剩下两座城池,双方实力悬殊过大, 于是田丹便祭出了战国时期百事百灵的计谋,离间计。 趁着心力的燕惠王与越义不和, 田丹派人潜入燕国,散播谣言, 称越义早有自立为王之心, 只因先王对他恩重如山,他不忍谋反, 所以故意对齐国谨慎的举程和吉莫为而不打, 现在先王去世,他将不再听从新王指挥, 若不迅速撤换越义,等到他自立为齐王,一切玩意。 燕惠王对越义早就心存芥蒂, 听了谣言后,更是信以为真, 于是派齐杰接替越义,越义逃亡赵国, 而没有战神越义的燕国,兵败如山倒, 田丹一举收复七十成,不可谓不威猛。 在立德上,田丹能挽大厦于江青, 就齐国于继王,三分。 立功上,他以若胜强,以两成反是七十成,三分。 立言,发明火牛阵,一分,总分,七分。 第六名,孙并。 作为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立志人物, 孙并师从谋略家鬼谷子, 但他有一个心术不正的同门师兄旁娟, 从十三年便辞别师父匆匆出山, 凭借所学在魏国当上大将军, 但他嫉妒孙并才能远超自己, 于是将孙并诱骗到魏国, 以莫须有罪名,挖去他的两个膝盖骨, 并在脸上刺字, 想以这种方法让孙并埋没于市井。 孙并装疯卖傻才得以骗骨旁娟, 逃往齐国, 在帮齐国大将军田记筹划赢得赛马后, 受到了田记的重视, 并极力向齐威王举荐孙并, 齐王笃定孙并为大财, 奉齐为师, 败为齐国大将军, 助齐王治国强军, 半生受尽屈辱的孙并, 自此,迎来了自己的开挂人生。 公元前355年, 魏国攻破赵国都城邯郸, 赵国向齐国求救, 齐王派田记, 孙并领兵救赵。 孙并知道, 魏公赵已久, 主力消耗于外, 老洛疲惫于内, 国内必定空虚。 于是, 田记依孙并之计, 一面派精锐指导为国都大梁, 迫使旁娟回援, 一面派少量殿后部队与旁娟的部队交战, 并视若逃跑。 立功心切的旁娟, 果然重计, 丢掉资重, 独立部队在桂林社府, 一举生擒旁娟,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唯卫旧赵。 13年后, 魏派兵攻打韩国, 韩国也向齐国求救, 齐王一孙并之策, 避开魏军锋芒, 缓兵救援, 待魏军疲惫之时, 再次以唯卫旧赵的战术围攻大梁, 攻喊主帅旁娟被迫回援, 孙并在以剪造战术诱敌深入, 齐军的做饭造由十万剪为三万, 大大的给旁娟制造了齐军无力一战, 仓皇逃跑的假象。 于是他丢下步兵, 再次指代精锐骑兵, 日夜兼程追击齐军, 而孙并早已为这位让自己终生残疾, 受尽侵辱的师哥, 准备好了葬身坟场。 他料定旁娟贪功心切, 必定闲走马林道, 且料定天黑十分到达。 于是, 孙并命人在道庞大树上刮皮刻字, 旁娟死于此树下, 随后命一万名公奴手埋伏左右。 见到白目有字, 便点火查看, 才刚刚读完, 就引来齐军伏兵的万箭齐发, 魏军大乱分逃, 旁娟自知败局已定, 于是拔箭自吻。 此战齐军歼冽数十万, 并活捉了魏太子深。 孙并通过自己高超的战术, 不仅帮自己一血前耻, 还通过桂林之战和马林之战, 使得魏国人气大伤, 失去了昔日的霸主地位, 并且让齐国逐渐成为了新兴霸主, 一手改变了战国格局。 晚年后, 孙并辞官归隐, 专心著书里说, 孙并兵法就此诞生, 他不仅继承发扬了祖上孙武的兵法思想, 还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和升华。 孙武指出, 兵者, 国之大事, 死生之地, 存亡之道, 不可不查也。 孙并则更进一步指出, 战而胜之, 以战止战, 才是解决国家生存的根本。 孙武认为, 战争制胜的因素势力, 不能为力随意轻率地使用, 战前要充分做好道义和物质上的准备。 此外, 孙并还反对一位穷兵独武的行为, 力胜者辱是他在这一方面的核心思想。 作为后来者, 孙并不仅将孙武的兵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, 而且还避开了其中的陷阱, 相比之下思考得更周全, 眼光更深远。 力得上, 孙并身残之间的故事, 一直鼓舞后人, 一分。 力功上, 击败霸主魏国, 帮助齐国崛起, 两分。 力言上, 孙并兵法进一步完善孙武兵法, 除此之外, 唯威救赵, 增兵俭造, 田济赛马等策略故事也被后人口口相传, 一直被人们借鉴, 四分, 总分七分。 第五位, 王俭。 作为战国末期四大名将之一, 王俭是秦始皇灭六国的最大功臣, 六国王俭父子灭齐武, 与白起相比, 虽然没有斩杀那么多敌军, 但他却实现了秦国几代人统一六国的梦想。 立德上, 王俭帮助始皇帝统一华夏, 建万世之功, 四分。 立功上, 六国王俭父子灭齐武, 但有强大的秦国实力为其背书, 故而四分。 力言, 吴, 总分, 八分。 第四位, 李牧。 战国时期赵国人, 著名军事家, 统帅, 战国末期四大名将之一。 李牧生涯分为前后两段, 前半段主要负责赵国北边边境, 抵御匈奴入侵, 坚守数年边疆, 创造多项戍边制度, 匈奴进犯无一次得逞, 后大破匈奴十万期, 使得匈奴十多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。 后在朝中任丞相, 此时连坡已走, 赵奢, 另向如已死, 秦军大破赵国, 斩首十万赵军, 在此情况下, 李牧带兵大败秦军。 越国战争开始后, 王俭带兵攻赵, 李牧防守一年, 秦军久攻不下, 吃尽苦头, 使王俭不得不使用离剑计, 称李牧谋反, 赵王重计, 准备用其他人换下李牧, 李牧为国家之大计, 拒绝交出兵权, 仍然带领将士奋勇抵抗秦军, 赵王趁其不备, 将其擒杀。 立德上, 李牧哪怕生死也要阻止国家灭亡, 是位赵人英雄, 四分。 立功上, 抵御匈奴入侵, 抵御秦国的灭国战争, 四分, 立岩, 五, 总分, 八分。 第三位, 白起。 素有杀神之名的白起, 是秦国奋六世渔猎进城中, 最功勋卓越的武将, 担任秦国将领三十多年, 功成七十余座, 歼灭近百万敌军, 一人打趴六国, 奠定秦统六国的基本格局。 白起出生的年代, 秦的国力虽已经十分强大, 但秦昭湘王制定了东拜三晋以图谋天下的战略, 强将仍然是秦国最急需的人才。 得益于商鞅变法的军功绝制, 白起平民出身, 十六岁就参军, 从基层一步步爬到了三军统帅。 秦昭湘王十四年, 韩卫联军恶手小韩以祖秦东晋, 丞相魏冉以白起为主将, 出兵攻打韩卫二国。 白起采用避世积虚, 先落后强的打法, 将秦军主力军绕至韩卫联军后方, 多次击破联军分队及后方留守之军, 复卫于一缺, 消灭韩卫联军二十四万余人, 俘虏卫将公孙喜, 六度黄河攻取韩国大量土地。 经此一战, 白起少胜多, 一战成名, 名震天下, 因功升任国位。 然而, 这还不是白起的巅峰之战, 接下来的长庭之战, 才是让白起成为古今第一杀神的经典战役。 公元前256年, 韩国战败于秦, 割让上党给秦国, 但上党人民不愿意归属秦国, 反而跑去归顺赵国, 围绕着上党之争, 秦赵展开战争。 长庭之战头三年, 秦赵对峙陷入僵局, 赵国主将连坡手势布若金汤, 布了三道防线, 秦国一时不能突破, 两军原地耗了三年, 庞大的军队开支让两国都入不敷处。 此时星级的赵王再难以沉得住气, 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, 只想把长庭的战事速速了结, 于是换下了连坡, 上了赵阔, 而秦国也立刻把主将换上白旗, 赵阔貌似激进, 于是白旗扬拜逃退, 他就率领全部人马去追击敌人, 结果中了白旗的包围圈, 被困在炫世谷, 多次突围无果, 在被饿了46天之后, 全军投降。 白旗担心, 这些投降的士兵临阵倒戈, 又不能放他们回去, 所以就决定杀光投降的赵国军队25万人, 此战全坚敌军45万人。 白旗依靠自己杰出的军事能力, 在长平之战中给予了赵国毁灭性打击, 开创了我国战争史上的维歼战之罪, 也为他树立了杀神的名号。 纵观白旗的一生, 他低调内敛, 同时他冷酷铁血, 杀人如麻, 为自己的国家奉献了一生, 哪怕背负杀神之民, 也要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, 削弱敌国, 顾力得上, 三分。 同时, 他还是秦国统一华夏进程中贡献最大的将军, 立功上五分。 他还兼备奸猎战始祖的身份, 所以力言上, 一分, 总分九分。 第二位, 吴奇。 吴奇作为兵家亚胜, 军事上可以媲美兵胜孙武, 政治上不逊于改革家商鞅, 是文武兼备的全才, 然而战国有这样一号厉害的人物, 为何世人却只知孙子, 不知武子呢? 这是还得从吴奇, 具备大才与大恨的双面人格说起。 吴奇出生于小国卫国, 后头身卫国休息卫学, 因母丧未归, 从而弃如改袭兵法。 吴奇国攻打鲁国时, 为囚的将职, 吴奇杀了自己出身齐国的妻子, 打消鲁国的疑虑, 从而被任命为大将军, 然后大败强大的吴国, 一战成名, 这便是杀其囚将的故事。 而后殷德兴被如学重地鲁国所不容, 故转头当时的新兴强国魏国, 在魏国任西河郡守期间, 率军与诸侯展开76场大战, 获得64场全胜, 在秦国手中夺取了全部河西之地, 与李奎并列为魏国霸业的两大开创者。 然文侯并故, 武侯即位后, 吴奇又先后遭人谗言陷害算计, 并因据娶公主引起武侯猜疑, 由此被迫离开魏国前往楚国。 在楚期间, 吴奇被楚道王任命为相, 积极推行变法, 组织楚国的改革。 吴奇凭借一人之力迅速将楚国的军事力量提升了好几个档次, 而后继续领兵征战, 向南征服百岳不足, 向北吞并陈蔡两国, 击败三进, 向西继续伐秦, 使楚国强大意识。 但是, 改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, 吴奇的改革动了老贵族的利益。 楚道王一死, 楚国贵族集团对吴奇马上进行疯狂的反突, 至丧期间, 楚国贵族发动叛乱, 要射杀吴奇, 情急之下, 吴奇跑到楚道王灵堂, 爬到了楚王的尸体上, 追杀吴奇的士兵万箭齐发, 将吴奇连同楚王一起射成了刺猬。 按照楚国的法律, 一旦触犯国王身体的话, 将要被诛灭三族, 新楚王一上台, 便将这七十多位老贵族全部诛灭三族。 吴奇就是这样一位狠人, 临死也要拉着这帮老贵族垫背, 既为自己报了仇, 也能为楚国肃清部分蛀虫, 不可谓不高明。 可惜的是, 楚国没能将吴奇变法贯彻到底, 否则秦楚水灭六国, 还不得而知。 除此之外, 吴奇还著有兵书五子兵法, 虽然只保存了六篇, 但也提出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军事思想, 尤其是从宏观战略层面上, 主张军政结合的观点, 十分具有建设性, 同时他还吸收并融合了如、 法、兵等学术流派的思想精华, 将其与自己的军事理论结合起来, 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一些符合时代大势的建军制军新规律, 达到了当时人们在战争问题认识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, 在当时是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兵书。 纵观吴奇的一生, 通晓、兵、法、卢三家思想, 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, 谁用谁抢, 在鲁、卫、楚三国军舰齐功, 像鲁国这样的小国在吴奇领导下也能打败齐国, 其军事能力宛如神明一般的存在, 过而立功上五分, 但在私德方面, 吴奇杀其求将, 武丧不归, 在他的心中, 功名远比一切重要, 为征功名而不择手段, 是兵家遗产中的糟粕, 立得上五。 丽延上柱有吴奇兵法, 改革上有吴奇变法, 五分, 总分十分。 第一位, 孙武。 孙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军是假, 如果说他的孙子兵法排第二, 那么就没有哪一部兵法敢排第一。 孙武出生齐国, 当时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, 危机四伏, 孙武不愿纠缠其中, 便逃往南方吴国施展自己的报复, 在无人问津时, 他专心修筑自己的兵法韬略, 也就是那段时间, 他写成了文明于世的孙子兵法, 后来结识吴子虚, 吴子虚孜孜孜不倦地向吴王和驴, 推荐正在隐居的孙武, 称赞孙武是个文嫩安邦, 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, 和吕反复考察后决定任其为将军, 孙武与吴子虚共同辅佐自己至军礼国, 而后孙武帮他制定了以破楚为首物, 继而南服越国, 然后进军中原的争霸方略, 并详细制定了分尸饶楚皮楚的作战方针, 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, 公元前512年, 吴军攻克了楚的蜀国中国和书国, 继而准备罚楚, 为等来攻打楚国的真正时机, 孙武和吴子虚把部队分为三军, 每次用义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, 比处则规, 比规则触, 用这种战法来骚扰楚军, 消耗楚国实力, 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, 使楚军疲于奔命, 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, 孙武和吴子虚还根据处与唐国蔡国交恶的情况, 现联合唐、蔡以习楚之计, 蔡、唐虽是小国, 但拒于楚的侧备, 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, 从其侧翼做深远战略迂回, 提供了有利条件, 直到公元前506年, 吴国公楚的条件成熟, 孙武与吴子虚大举公楚, 直到尹都, 吴军进行千里战略奔袭, 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之外的禁军路线, 趁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, 顺利的到达汉水, 禁敌楚国腹地, 楚军以沿汉水组织防御, 同吴军隔水对阵, 楚军与白举战败, 造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, 然后吴军乘胜追击, 五战五胜, 占领了楚的国度隐城, 几乎灭掉楚国, 吴国自此崛起, 成为南方的强国。 孙武的作战方式和他留下的孙子兵法, 不仅是体现了战争思想, 重新定义了战争, 并且其充满哲学思考的阴阳博弈论, 还深刻地影响了其他领域, 甚至连出生侍警的小民, 若能举一反三, 也能从中获得处事做事的智慧。 如果把孙武的孙子兵法总结成一句话, 我想应该就是胜负多在战场外。 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, 善之善者也, 更是开创性提出, 慎战、少战、止战, 战是为了不战的思想, 将华夏民族爱好和平的愿景付诸于兵法之中。 孙武军事思想体系的完备性和深刻性, 不往今来, 一直被世人推崇, 兵胜之名, 当之无愧。 立得上, 孙武作为兵家始祖, 历来是世人学习的榜样, 五分。 立功上, 帮助吴国打败强储, 实现霸主大业, 三分。 立言上, 著有兵家第一奇书《孙子兵法》, 五分, 总分十三分。